創意比才近在运通 出入人意表之外的向上做一個拉抬收盤價 已經來到9228點 距離前高大概只剩下50點的一個空間 由於今天的盤式格局 是開盤八把的多方盤 那同時尾盤的時間點加權指數的成交量 也補到709億元的成交量 我是這麼說這禮拜四投資朋友 你要把握一個最後的機會 主要是全球在場外已經 中秋節之前已經賣出去的資金 那觀望在因為有可能要升息 提前去調整部位 都已經parking在場外 滿手現金要等著這個最後的一個變數排除 禮拜四 那禮拜四回來 這批在場外的資金看市場的反應完之後 第一時間就會開始去布局 接下來即將噴出主身段的股票 主身段的一個主軸 投信要去壓 即將要去作章的一個方向 你要趕快把這些有機會噴出主身段的股票 做一個進場布局 就像我在9月1號星星村 這個不好意思 我們這個時段的一個節目開播 送給大家的洪家軍的股票 今天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收到劉老師送給大家的洪准 我們昨天 重壓大買 買到滿倉 今天一根漲停買重壓不亂新高 我已經跟大家預告一兩個禮拜 先任主高點 這根漲停買一定會出現的 你賺到了這根漲停嗎 錯過廣宇的投資朋友 接下來還有誰有機會 那廣宇未來一個主身段的趨勢 到底怎麼樣規劃 那你一定要認真的聽 劉老師的一個分析 好 所以 這就是要把握著最後的一個機會 我剛剛講過了 那 有些 好的股票不會等人 今天在變數排除的狀況之下 就 這個 直升表態 那 禮拜四 當你第一個時間看到這個零準會議 利率決策會議 結論出來 我認為 不論怎麼樣 因為該調整的都已經調整差不多了 變數排除對於我們台國來講 是最大的一個利多 好 不過投資朋友 如果 經理台盤四個局 你知道開盤八把是多方盤 好 你除了當中 會做多 然後在尾盤 在收盤的這個位置點 在市價 這個出場之外 你也會去提前去卡位 10月期的一個布局的機會 那 我知道今天你聽到所有媒體的分析 都告訴你說 因為有利率決策會議要是升息怎麼辦 那股 台股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大跌 好 那我告訴我會員朋友是說 10月還有60大點逆價差 有沒有機會再複製一個 嘎空噴出的行情 我認為應該要提前卡位的布局了啦 所以 我們接下來 目標還是要把10月起立 如果是做多的話 目標還是要把它買到滿倉 好 那剩下的最後的加碼投單投資票 你不要錯過了 好不好 來 今天的牌式格局這樣掌 我全部都事先跟他預告 從 這個9月14號 加薰指數創下 發發發發555 8885.55那個位置 你就跟著他預告 你要在禮拜一跟著劉老師 領一天大賺400塊錢 大賺400點的這個獲利的機會 好 中秋見面禮 有沒有送給大家一個大紅包 那我送給大家一個 這個大紅包之後 我告訴大家是說 短線上面你先這個短波獲利了結後 那記得下一次要去追蹤那種大行情 儘量在這轉折成立 類似像8885 那前後兩天 就一口氣就想 想賺多少錢 你就要提前卡位佈局 好 這一波投資票你能賺多少錢 不是由劉老師決定 是由你買多少決定 你不要等到這個盤式格局 未來站上9569 三個交易日 9928 好 那 主持人會一個相當噴出 電視台一定會漲價的 好吧 那所以劉老師就到時候 就只好被動的 去調整我們的一個服務費用 好 我請大家短條 並不是告訴你說 這盤式格局要走空了 好 只是這個分時指標高點 難免會有一個小橫向震盪 那你要把握這個短折 低下來的機會 因為後面絕對有一波大行情 好 絕對有一波大行情 好 那昨天真的一個短線震盪 那所有人又看空了 說這盤式格局沒有量 漲不動了 好 我告訴大家是說 是漲不動嗎 還是空單全部被咬住了 主力根本沒有跑 閃過也沒有補空 好 甚至於主力食物群會認為 這盤式格局買不夠 結果呢 今天 好 價錢指數以低點跟高點 這將近又是百點的通常空了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等到FOMC 第一時間力 這個 力力決策一個方向 它大概會花很短的時間 就把這個盤式格局調整完 一個小C個部的震盪 很可能是類似它要把那個 旗性或的價差把它調整到同步 那 原先 10月期買不夠多的 大概早上 還會頂多給你再稍微甩一下 連10月份的一個仓櫃也買滿之後 這盤式格局很可能就出去了 那為什麼我們要提檢卡位 很簡單 我告訴我的會員影片有講說 無論FOMC升息與否 這整個後續居置性的方向 你都必須提檢卡位 你看 但昨天尾盤就直接偷拉向上了 因為只要變數一排除 股市最怕的就是不確定因素而已 那只要你要升息沒關係 那短空讓你去震盪一下 那你也不怕這個升息短空 因為這更是未來 終極主生端的最佳的一個證據 那未來一定 就如同我們國化師噴出一個向上的主生端 那你也不用怕如果真的升息 那你可以買金融啊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假設 不升息呢 所有變數排除 我很擔心是說 如果當天晚上 國際股市開始就尾盤 這個就做一個向上提前反應 那如果加錢指數一跳高開 直接加上去怎麼辦 所以 小學朋友現在 籌碼的穩定你已經看到了 籌碼的穩定 只花了709億 比昨天補出來的成交量 就是幾十億而已 就可以額外拉開 100點的價差 所以這個盤式格局的籌碼穩定 所有賞戶手上都是空單的態勢 已經非常明確了 你想要賺錢耶 想要壓一波行情的 好 想要 咬住一波主承斷大賺的投資朋友 你要賺多少錢 不是由劉老師決定 是看你有沒有獲利一方程式 你有沒有 劉老師理由抗訊指令 但你買在一個相對安全 然後一個轉折 瞬間成立位置去掌握這個主承斷向上噴出 好 所以 明天回來 禮拜四回來這盤式格局 一瞬間的我說 好 不論開盤爸爸跟量價調整到同步 或者是期限貨 台子跟摩托來調整到同步 這盤式格局就前面噴了 一定要提前去考慮未來的 這個攻擊波波波段 好 不過 我們在禮拜三的一個十二點 先把台積電的兩筆多單 呃 台積電期貨的部分 我們現在一百四十七人佈局了 那 今天早上的位置點在一百八十二元 先獲率了結一趟 那 畢竟還有是這個變數 不要所有的全部重商買滿 可是 如果台積電可以買 欸 投資朋友 我教過大家 好 台積電期貨只要花 一百七十七 乘以兩千 好 那你再去乘以0.1 一三五 就是 保證金大概是四萬 你就可以去做台積電一口 一口台積電期貨等於兩張的台積電 所以你賣在一百八十二 每一張 每一口台積電期貨 你等於賺一萬塊 好 當然這樣也是順利的兩萬塊錢 又進行一個獲利的動作 好 那這個股息的部分 我們在高階的會員朋友 又要額外提供給大家 這樣一個服務 好 重點是 投資朋友 想要去做一個卡位布局的動作 那 速度要加快了 因為亞洲市場當中有些 像是日本市場 好 這是日本2X的ETF 好 那昨天 日本股市 今天早上盤中交易的時間點 日本股市 好 一直到十二點半出現一個短波相機 好 那 主要原因是說 日本央行維持利率不變 可是 一方面也是反映了 大概九月份的 市場的一個普遍預期 就是說 維持原來利率絕對普遍 可能十二月才升息 好 那不管如何 甚至於連日本2X 日本股市都有機會噴出 因為低檔區日線的黃泥交叉也出現了 好 今年日元八個月從一百二十日元 升到這個一百日元 好 對於日股 這麼重大的一個外銷出口國 它是一個利空 可是八個月期間 日股卻是打出一個非常大的一個體型 好 那等到突破這個型態 台股也進入要即將噴出 超過位階 我們價錢指數這個 矽額波的一個震盪 這個位階差不多跟日本一樣 時間波 現在看起來是 往上直接噴的一個機會是很大的 所以 禮拜四日早上震盪 投資朋友 尤其是手上還有空單的投資朋友 好 你低個時間要想辦法去 想辦法補空翻多去找 未來有機會的一個股票 我跟大家講啦 先把這一波做多的行情 真的有必要空 我就會帶大家空啦 那問題是說 盤氏格局很可能還要漲個 一兩千點以上行情 結果你現在手上沒有多單 你一定會很早就放棄這個行情 做多的主持人還沒有撞到 又提前卡位放空 然後就一路被嘎空到現在 好 所以今天真的 禮拜四就真的是最後一個機會 直接卡跟上我們的腳步 那這次前幾天跟大家報告的洪准 長線還在五千點的位置 我們來買這些中長線真的位置非常低的股票 你就敢賺錢啊 好 好 到昨天為止 整理的行態我告訴大家 再一個交易日 如果能夠收穩這個平台 應該連洪准也確認也有主身段提前要發動了 來 好 現階段連中大型全資股 洪家軍的股票 指標 洪海洪准 也就是洪准的部分 好 本身有四到五項利基的題材做個加持 現在看起來一個短播相當認測服 也即將去做一個相當噴出的動作了 好 那更重要的是 投資朋友你有沒有收到劉老師 在 新節目開播的第一個交易日 好 所有投資朋友一定 收到劉老師送給大家 好 那這裡我為什麼認為 加權指數從9月1號、9月2號的底點可以買 因為 從9月5號到9月9號 會由洪海洪准的快速前選區 先發動一波加控 好 那甚至於 洪海、夏浦 背水一戰、非拉不可 你好好的在這裡去挑股票 你一定可以挑到類似像廣語這樣的股票 我們公開送給大家 這邊有沒有送到劉老師公開送給大家 演講會講的也是這一檔 最有機會成為 九月下旬的投資密集作戰鼓 好 本身長線類似夏浦 夏沙 一、二、三、四、五波之後 好 那這裡是個第三波的擴言 第四波反彈 四浪轉折高在這 第五波走洩形象擴言 好這個月指標背了兩次 好我說 投資朋友 如果你擔心 我們就來買 還在3955低微階的股票 有很多投資朋友認為 廣語已經漲一倍了 還會漲嗎 我怎麼告訴大家 單單第二季就已經賺了1.6塊錢 那如果接下來每個季度 注意喔 這1.6塊錢還沒有加入夏浦 還沒有加入夏浦的訂單喔 如果每個季度維持類似這樣的水準 投信會不會搶買 昨天 你已經跟大家預告 你要開始去注意 好 我們這幾天已經開始 逆集卡位布局了 齁 昨天就買到兩筆了 來這個是今天 好 總共集中重壓了三筆資金齁 主要收回的一個消息是 2018年夏浦的TV訂單 千萬台 千萬台 相較於現在的水準 等於 那一年半之內 廣語所見的訂單 一口接接翻養一倍以上 那投資朋友 有沒有如同我跟大家報告 甚至於我9月1號的時候 當作見面禮送給大家 你今天有沒有賺到10萬塊 你有沒有三筆多單 就只重壓一檔光雨 一天就噴出主身段低根漲停板 好 一天的時間 百萬你也是賺10萬元一個加差 好那 有沒有機會 如同我跟大家預告的 就是成為這個 演講會預告的加工指標 休息兩分鐘之後 廖師局幫他解析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野步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期貨 期貨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酬策略 東空創下 靈活布局 靈創富的最佳夥伴 02 2578 37777 2578 3777 超越大盤 超越大盤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長盛軍 亞洲投庫 中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 帶您面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這個電話 022578 3777 2578 3777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影響 Choose your own line 兒牌氣密窗 你擔心瓦斯外線危險嗎 教你幾個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曬 由瓦斯行安全技術人員 定期檢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內政部消防署關心您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那關於整個後續趨勢盤 四格局 包含 我昨天跟大家講到 位階最低的 洪下壽會股 就是三四八葉青壯 現在 本禁比還在0.5倍 也同樣在3955的機會 那這幾天為什麼跟大家 以及從新節目開播以來 董事長你有沒有賺到 紅準的兩天一根掌停板 禮拜一禮拜二啊 禮拜三再送給大家光瑜一根掌停板 夠大的見面你的吧 齊全的部分 先噴出一波向上700點 再下殺一波200點 反手再大轉400點 所有的分析 全部都事先跟大家預告的齁 差一天 已經差了1200點了 差很多齁 未必跟上我們腳步 尤其 如同我所強調的 禮拜四的早盤的 這個最後調整 就是你的機會 一定要跟上腳步齁 心態千萬不要偏空 這個行情 未來的續航力道還非常大齁 加上當初 我在新節目開一波 第一天就送給大家這一份盤後稿 這個是在8月下旬的時間 你就寫好了齁 因為9月2號馬上要除全息 剛好馬上 好 蘋果新機在9月7號要進行發表動作 那個時候還不曉得是9月7號齁 那我認為 當初認為是說 在8月中旬過後 隨時可以看到新機即將要開始進行拉貨 邀請函 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會出來 但是大概就在門前了齁 那這篇稿子出去沒多久 大概一個多的禮拜時間 就真的聽到iPhone即將9月7號發表齁 你可以聽到齁 過去 每次可乘回到210塊錢 國內的分析是每個坎的比空的齁 所有人都告訴你說 啊要獲利了解啦齁 那我是告訴大家 由於股價相對落後 而且都已經來到 今年從頭到尾這些股票沒有漲 反而是投資朋友 你投資佈局最好的機會 因為 整整上半年全部都沒有漲 反而最少可以期待 最後倒數4個月 而且營收全部擠在這裡 把今年5成的行情 把它做出來一個機會 好 包含可城啊 凱聖啊 洪准啊 夜城啊 這幾張股票 都是我們高漲區 請你空下來的啦 全市場卻是我唯一告訴你 是說 至少全台灣告訴你是說 我是唯一看Apple 全世界市值低的股票 會90度直角像他們噴的啦 好 那為什麼我們敢買 因為我們高檔有賣 甚至有風險的時候 真的有必要規避風險 一定會帶你去做一些避險布局的動作 你要避險你要買T50反應 你也像說買了一兩天就買了 好像噴嘛 一路空一路空 現在T50反應的融資 還比進50萬張的新高 想要賺錢的要趕快 就是這兩天的時間 尤其你可以密集去注意放洪海集團 還沒有去除血股票 包含洪海的部分 洪海領席 好像我看一下 10月7號會領到席洪准 這是當初的分析啦 那洪准的部分也是10月7號領到席 那總之 當初幫他分析這份表格 是在研判說 到底洪海洪准 這支可不可以買 那由於十檔八檔 全部都順利填權席 所以我告訴俄會裡面有說 所有人都把大力光 沒有辦法馬上填席 變成看淡的理由 因為古王大力光如果沒有辦法填席 這是看壞蘋果的理由嘛 你記不記得 一個月之前所有人看壞的理由都是這樣 我認為一檔個股從1790 從2000塊就跟你喊要上 要過3190 要創歷史金剛 已經快翻漲一倍 畢竟4000塊 一檔股票已經2000塊 漲到快4000塊翻一倍 你說我們台股市空頭 我覺得這一批的分析是根本就是瞎了眼睛啊 所以一路提醒妳說大力光的空間妳要補嘛 對不對 好啦 大力光聽劉老師的 蘋果乾淨谷聽劉老師的齁 你真正不必在前一陣子大盤沒有亮的狀況之下 去罵大力光 這次大力光嚇到3315 你買進去不是三天大賺350塊 好 準準準就是下修2600的時候 向上噴 往上喊5100 急殺400點 好 外資根本就是反向對作 要騙散戶的嘛 我要跟你買股票我還發利多消息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那現在外資都喊空 趕快做多 好 那尤其你要開始去注意訊心廣語表現的機會 所以告訴大家就說 紅愛紅準填習有快速達正 那這一波關於蘋果技術分析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你可以看到過去這一陣子 就是所有你看到的民視解盤的電視節目 關於股票的一個節目都 所有的 名 好啦 我不管啦 市場就是說 因為沒有創新的應用 面板規格又落後三星 酷炫的新計畫型也比不上三星 所以蘋果死定 那我問大家過去九年 蘋果可以營收、銷售、創下歷史新高 過去九年喔 因為馬伊斯是用最新的技術來移民 從頭到尾 它都是 幾乎都是所有創新技術都落後三星跟宏達電 那蘋果贏在哪裡 最終的穩定系統表現 好 我不會用一些亂七八糟的AP 然後讓我的一個電池的耗費 逐步升級的一個照相品質 還有它們非常強大的APP 對不對 過去九年蘋果的漲勢能夠創立史新高 是這樣的一個內行 所以難道從頭到尾所有外資的分析師 從頭到尾蘋果沒看對過嘛 好 所以我告訴大家說 除了 除了蘋果 那廣語就已經看好之外 假設第二季1.66塊 第三季還增加下補訂單 是不是覺得會再噴出去啦 這個前面那一波只叫出生段而已 好 最後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領到 劉老師公開送給大家 這十萬元的一個獲利機會 想賺錢的跟上來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有限 明後天再跟大家聊 但是重點是 把握最後一個上車的機會了 不論我們未來服務費用怎麼樣調漲 我認為 你現在不買 後來再萬點再調折扣給你 那個都已經少賺了五成一倍了 好不好 好 這個最重要 那想賺多少錢由您自己決定 尤其我們今天有一檔新的廣語第二 有機業複製 EPS翻倍 骨架也有機業翻倍的IC設計 好 只要背裡謝型 今天要進行戶群 直接跟上網 好不好 就大家今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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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期貨 股票 選擇權 絕對報仇策略 多空雙想 靈活布局 您創富的最佳夥伴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股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諮詢電話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亞洲投股 27年來一直秉持專業 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勝均 股票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投股 亞洲投股 真心所託 真情照顧 諮詢電話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北都 PiPiPiNet超值優惠 雙想炮 新世代光鮮標網 加數位有限電視 平均月付最低 只要399.3元 違約補償 最高2000元 限時加碼 再送首月免費 149台全數位頻道 68台HD高畫質頻道 搭配新世代光鮮標網 限時加碼 再送首月免費 第二到四個月 搭配30枚 最低每月只要399.3元 第五個月起 數位有限電視 搭配30枚 每月只要690 搭配70枚 每月只要790 搭配120枚 每月只要890 多人多機 同步無線上網 全家吃大寶 免裝機費 設定費 保證金 再送WiFi的分享器 和數位機商盒 現在馬上來電 0809 096 111 限時優惠 先搶先贏 台北Net YourNet